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市民直接见面交流 了解市民关心的议题和政策 咨询会分为三节 大约有120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 不同人士提出的意见涵盖了房屋 教育 青年 扶贫 旅游等等不同的方面 李家超回应时表示 长远而言 香港是一个可以圆梦的地方 有很多的机遇 那谈到旅游业 李家超也特别提到 香港是美食之都 很方便 很自由 很包容 具有吸引力 那想要发展旅游业 短期而言 特别要搞活夜市 达至经济效益 长远来讲呢 则需要优化旅游业 因应游客的旅游习惯的改变 由过往的购物游转为深度游 政府要推动包括以文化 美食 古籍为主题的特色路线 政府呢 也会继续对外的推广香港 那以后复苏啊 旅游业可以算是复苏最明显的行业之一了 航空业的数据呢 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天机管局公布 随着客运量持续稳定的复苏 所有类别的旅客人数均有大幅度的上升 当中呢 以东南亚 内地以及日本的旅客量的升幅最为明显 今年7月啊 香港机场客运量达到了380万人次 比6月上升了14.9% 暗年呢 则是增加了8倍 7月呢 日均的客运量是超过了12万人次 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的60% 飞机起降量则路得约2.4万架次 暗月是升了7.4% 那除了航空旅客的回归啊 大型的邮轮也重返香港 上周六 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旗下的海洋光谱号 搭载约4500名旅客再度访港 停靠在启德邮轮码头 这次随邮轮到来的4500名旅客 其中约1100人参与了由邮轮公司安排的岸上行程 那还有3400名游客怎么办呢 当天政府是出手 增设人手 安排特别路线巴士 穿梭巴士服务 帮助这3400名游客前往他们想要去的不同的景点 那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强调 政府这次高度介入是为了解决之前码头出现的 旅客后车时间过长的情况 他表示呢 经过两周的努力证明 香港有能力接待大型邮轮到港 也有能力令旅客有更舒适的安排 但不会长期高度介入 之后呢 会检讨各个细节和安排 与码头营运商 邮轮公司 交通营办商协调 做好恒长有效的方法 那在恒长有效的方法执行之前啊 摸索的过程就有些痛苦 上周六啊 就有低视司机反应 在启德邮轮码头等候了几十分钟之后 才接到客人 认为特意开入码头是非常不值得 环美邮轮码头董事总经理班志荣今天就分享 当天旅客并没有下船过夜的打算 行李呢 也比较少 所以免费的巴士以及旅游巴对他们而言 是更有吸引力的 大多数旅客呢 都选择乘搭巴士 导致低视出现车等人的情况 他建议呢 未来可以只留下受欢迎 以及重要的巴士路线 并且加密班次 留小小的生意给低视 又希望呢 当局短期内可以容许低视 到码头接载旅客的时候 可以收取附加费 长期呢 则希望码头可以多开一个出口 疏导旅客 针对低视车等人的情况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 出行方式根据旅客需求而定 政府很难 百分百预测准确 不过呢 已经向低视司机派发了 50元的石油优惠券 在成本上啊 是给予了一些的支持 后续呢 会优化相关的安排 游轮回来了 能带动启德地块的人气吗 启德游轮码头大楼以及首个博位 由2013年落成至今已经有10年了 商业楼面的面积呢 是总计达到了5601平方米 典新闻记者最近到码头观察发现啊 登船大厅是空无一人 码头里的商铺呢 是时事酒空 原本为方便旅客而设的免税店 也怀疑因为疫情而全部结业 只有码头的宴会中心 作为接待内地旅行团的团餐餐厅啊 在吃饭的时候是稍有人气 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就表示 启德人气不足和交通安排有关 因为路通才才能通 实际上启德仍有很多的空地 可以坐市级增加码头活力 除此之外呢 仍要想办法活化方舱隔离设施 比如可以用作文创基地增加人气 杨永杰就建议啊 如果启德的公共交通安排 纯粹是为了邮轮的游客服务 会浪费邮轮码头的发展 那至于码头里面的商城 也要依赖完善的交通配套 带来人流量 才能真正的活起来 香港是一个多元城市 更是魅力之都 国际大都会 购物油美食油确实是香港的根本 但如果认为香港只能购物 或者是逛吃逛吃 那就低估了香港的自然风貌 以及中外文化汇萃的一大特色 文化油和深度油 是香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比如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以及M家博物馆 都可以作为文化油的地标 离岛 郊野地区 大宇山 长州 以及南亚岛都是值得游客好好深度游览 好好探索的 从前的香港一句购物天堂就招来四方客 今天以及将来的香港 理应是包罗万象又别具特色的地方 我们在看到挑战的同时 如何克服战胜它 才是香港能走得更远的关键因素 希望越来越多的游客不仅能来香港 还能看到它深植于其文化之中的美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